這些東西 最重要就是說 請你把一樣的 就是類似的結構 請你轉換一下 也許內容部分的話形式一樣 但是內容請你把它改成像什麼呢 比如說像 就是像這個是之前同學做的那個什麼呢 用 比如李白好了 他對李白有興趣 所以他這個地方的話 就把那個內容改一下 也許叫 李白的 我這邊有demo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他就怎麼樣 就做一個像李白的app 那這個app真的可以裝在手機裡面 而且顏色也可以換一下 他這個地方大概就是把什麼呢 第一個 這個李白的他的大頭他的大頭貼 他的 那不過這個這個圖的話 當然你可以從Google應該可以找到蠻多的 只要找李白的話 另外底下的話會有個netbar 這個netbar就大的項目 包含是什麼呢 包含他的生平 小故事 人生觀 藝術特徵 那這個其實你可以Google 應該在那個維基百科裡面也有 底下的話會有個list view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放他的詩的作品 那這個東西 這兩個我都會教各位怎麼做 那比如說我把它點進去 這個生平簡介 進來就會有這一些 那你可以回首頁 或者可以回轟 轟的話就回來了 小故事 這些有沒有 還可以看一下 不過他顏色沒有弄得很漂亮 可以轟一下 回到剛剛的地方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其他的 類似有這種做法 但是這個 我們主要是利用這個 這個技術幫我們去做 底下可能有飲酒師 可以回來 你可以回到回首頁 或者轟也是一樣 類似有這樣的做法 那上個禮拜最後有講到這個地方有個netbar 還記得吧 我把那個netbar 可能 比較容易做錯的地方 跟各位再說一下 那這個做 因為剛好我上個禮拜也沒存到檔 細節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雲端 上面 這邊有一個102APP 這個 這個程式就是這個畫面 裡面我們之前講的 舉凡做的動作 流程 大概可以稍微參照一下 那 比如說netbar 我們上禮拜做的 如何做一個導覽列 首先的話 這個導覽列非常重要 因為只要APP幾乎都有這個導覽列 那第一個做 請你先切到第一個頁面 那 慢慢可能你要慢慢熟悉什麼呢 右邊就是這個 顯示出來的頁面設計 左邊的部分就程式嘛 請各位慢慢習慣 它的結構一定是DIV開頭 DIV結束 然後會有一個什麼 Data role 就是這個頁面 它的角色是page ID的話就home 那如果連結就靠這個ID去連結了 那我們如果說我今天要設計 這個地方有個netbar的話 那請你選擇內容 那你會發現內容這地方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就是裡面要放 我們放一個導覽列 加那個清單 那怎麼放導覽列 第一個把內容delete掉 第二個的話呢 在這邊先插入一個什麼呢 版面 我上禮拜講過 先插入一個DIV 然後呢 按確定 第一個先插入一個DIV 那實際上它增加什麼呢 一定是一個DIV開頭 一個DIV結束 然後再來怎麼樣 在裡面呢 把我們有三個項目 這個把它delete掉 然後貼什麼呢 貼這三個東西 三個項目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的那個位置 所以我先把它CtrlZ一下 貼在這裡啦 所以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也許你可以把它蓋過去也OK 然後把這個東西插入一個DIV之後 把它貼上去 這邊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選取這三個 記得呢 把它改成所謂的項目 項目這個什麼 項目清單 然後呢 前面如果沒有點的話 請你delete掉enter 移到後面delete掉enter 一定要先做個清單 所以你做出來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 左邊有什麼變化 基本上 左邊還是比較重要的 裡面的話 大概第一個DIV到DIV 這個DIV到這個DIV 實際上這個DIV就是一個它的版面 一二三 三個東西 當然你現在如果預覽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是三個項目清單 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變成我們要的 一 請你注意 游標先放在 這一個剛剛的那個版面的裡面 記得 游標最好是放在這個DIV上面 因為我是要把這個DIV後面加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的話就是Netbar 所以關鍵來了 記得最容易做錯就在這裡 游標建議是放在這個DIV上面 選取 標籤檢視器裡面的這個 JQ Mobile 然後呢 找到什麼呢 找到一個叫做Data Road 就是它的角色 請你幫我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就是Netbar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會有一個什麼Netbar顯示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 游標建議是放這裡 就是你剛剛插入那個DIV 第二個的話呢 切到那個 這個標籤檢視器這邊的 記得是一個叫JQ Mobile 然後裡面的話 選擇這個Netbar 那其實它主要就是在這個地方後面加一個 Data Road 等於Netbar 所以我們把它選起來 然後點選它 Netbar OK 好 那你會發現 實際上 它只是幫你做一件事 在這個DIV後面空一格 加一個Data Road 等於Netbar 那你做完之後的話 它會什麼效果 你把它切過來 你會發現它變成橫向三個 其實本來是縱向三個項目清單 就會變成橫向的三個Netbar 但是目前它沒有辦法連結 所以我們還需要做什麼 把最新消息 選起來它的連結 連到哪一個呢 Page 1 所以請這邊打一個Page 1 Enter一下 那因為底下123 所以我把這個複製一下 Enter 這個呢 是Page 2 Enter 這個是Page 3 那記得 前面一定要加緊 如果你沒有加緊的話 它一定無法連結 有沒有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Netbar的第二個變化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呢 它就可以讓你點選 而且可以回的有沒有 回上 回上月我們還沒做 上禮拜有講到 你可以什麼back 這個就新書登場 那如果說你點擊它沒辦法連結的話 通常是你那個Page插入的時候 是在人家Page裡面 我上個地方特別強調 如果你那個忘記 回去看一下前面的影片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還在做什麼呢 做那個 這個這個地方 我現在已經做到 還有什麼 再加上那個圖示 還有顏色 那就完成我們要的 所以圖的話 我可能 我上禮拜講的就是 這邊呢 要加一個什麼 比如說最新消息 我希望加一個Info 就是 有個這個圖示 然後呢 那個新書的話就有個Star吧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Greed 就在這三個 那做法其實很簡單 游標放在上面 找到那個什麼呢 Data icon 因為我要在這上面加icon 所以呢 你游標放最新消息 加一個Data icon 這邊 那比如說我要Info的話 你就找到Info 就是一個訊息 那新書的話呢 就是一個Star 不過它這個圖大概就這幾個 icon大概就這幾個 所以你就先用預設的Greed 三個 那你切換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 1 2 3 顏色不對的話 最後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顏色 記得 顏色的話呢 它就叫Data什麼 Sync DataSync這個 那顏色我講過的話 它只有五種 黑 藍 銀 灰 黃 OK 那所以呢 這五個顏色 假設啦 我這邊是 做出來效果 我希望就是有類似 像我們最後看到這個 這個是黃的 黑 藍 銀 這個也許銀色吧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藍色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設定這些顏色的話 這個黃色 所以黑 藍 銀 灰 黃 黃的話1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C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藍色就B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設定卡我們來看一下即時一下 OK就類似像這樣子 Netbar呢就大功告之 以後的話呢 如果你要在那個手機app上面呢 做出這樣漂亮的app 大概就是幾個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1 外面一定要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DIV 然後呢 把他的Data Road改成什麼呢 改成 這邊有一個Data Road 改成什麼呢 Netbar 另外的話 第二個就是 iCon 改一下 我把這個切回來好了 這邊 油標放在 這個Netbar 這個是 外面這個整個是Netbar 然後 然後再來的話呢 裡面分別是加上什麼呢 Info 跟顏色 所以基本上呢 每一個上面呢就是 iCon跟顏色 iCon跟顏色 這個Netbar部分的話我想大概這樣 但這個也是最難的地方 因為很多同學 光這個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去了解 那你主要熟悉這個環境 Netbar呢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OK 最新消息 新書登場 更正正 OK 那請各位呢 先把 上個禮拜的這一個Netbar呢 先把它 再複習一下 然後呢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List View